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Google成功之后呢 现在就选择用Colin作为Android的开发语言 那所以大家应该蛮熟悉的是右下角部分 那左下角部分呢 可能大家也相对也会听过 因为用Java可能很多人都在写serverside 那Colin既然是可以拿来取代Java的功能的话 那他也可以拿来写serverside 只要有JVM在的地方 Colin都可以拿来用 那所以你假如今天想要用Colin来写 不管是用我们Jbrand推出来的这个Cator这个web的框架 或者是拿来写Spring 你都可以用Colin来写serverside的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可能是大家相对熟悉的 那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听过 可能是这张图的右上角 就是你用Colin来写iOS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因为Colin有一个subproject叫做ColinNative 那也就是说你用Colin这个程式语言 他可以帮你compile之后变成一个Native code 就可以run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那我们用这种方式可以拿来写iOS 那Colin团队在去年他就发表了一个新的这个专案 叫做KMM 全名就是Cotlin Multiplatform Mobile 意思是说你可以用一个Cotlin程式语言去写两个这个不同的mobileapp 那包括iOS跟Android 所以我们把右边这两块圈起来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项目 就是KMM的介绍这样 那另外我想要再提一下就是左上角 就是一个Colin.js 那这是我个人认为蛮疯狂的一个专案 就是说你可以用Colin写前端 那Colin compiler也是可以帮你就是把Colin这个强行别的内容把它转成JavaScript 所以你用Colin也可以拿来写前端 所以基本上Colin的多平台开发是可以在各个不同面向各个平台上面使用的这样子 那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语言开发多个平台的这个设计呢 其实是我们在Colin的这个compiler里面有设计说 好你平常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可以先用这个common calling 就是共用的这些逻辑用这个Colin的这个可能用他的生态系 或是他用的标准函式库里面的程式码去写你的这个application 那今天当你要部署到不同的平台的时候 看你部署的目标是谁 比方说你今天想要部署到前端 那我们可能就透过这个Colin.js这个compiler帮你compile成JavaScript 那想要部署到native的话那也就是Colin.native 那想要到JVM的话就是Colin.jvm 所以因为Colin.jvm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让你可以开发到多个平台上面去 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怎么样用Colin来写两个平台的mobileapp 那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KMM Colin Multiplatform Mobile 那我先给大家看这张图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KMM在设计的时候 它的架构是怎么样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在KMM架构里面它分成两层 上面这一层呢是我们讲的所谓的UI这一层 那在UI这一层呢它是完全依赖这个native code 也就是各个平台他们要怎么样写UI 就用原生的方式来写 所以以Android为例的话 那Android它大家可能可以用原本这种XML的写法 那我今天也会用这种方式来demo 或者是你想要用现在新的这个JPG Compose 那你也可以用JPG Compose来写 那都是用native的方式来写这个UI 那换成iOS上面也是一样 就是你要用Swift UI来写这个native的部分 那为什么你会看到KMM用这样的方式来设计UI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希望这个使用者在操作体验上面 它是原生的不要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像原生的UI 那另外它也考量到效能的部分 所以目前的设计还是以这个UI层是native code的方式来写 那在下面这一层呢我们说share code 也就是说当你的application的一些共用的一些逻辑 两个平台都一样有的演算法 或是跟后端沟通的一些API 那这些部分呢我们可以用share code的方式来做 那share code的部分呢我们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说好这个部分跟平台的API没有关系 它是非常单纯用calling就可以写完的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business logic and core的部分 那这部分你就是单纯用我们刚刚说的comment calling 就全部用calling来写就可以了 但假如今天你需要用到一些这个平台才有的一些API 或者是说这两个平台中间有一些行为 用的API是不一样的时候呢 那calling怎么做呢 那calling怎么做呢 它是做出一个叫做expect跟actual的 这个宣告跟始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写这个comment logic 就是share logic的部分的时候呢 你就先定义一个不管是class或是function 然后在这个class跟function的前面我们加一个expect这个关键字 那calling compiler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有点有点像是interface 就是它只定义说它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跟这个属性 那然后呢你要在iOS跟Android各自的这个平台上面再去实作说 那你有一个actual就是在取一个同名的class或是同名的function 然后在前面加上actual的关键字 然后在里面呢你就要去呼叫这个平台才有的API去实作这个function 或这个class里面的一些行为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做到即便是在跨平台的状况下 可是他们呼叫的是各个平台专属的API 那就可以做到这个跨平台的功能这样 ok 好那我们今天我就设计了一个模拟专案来去跟大家解释说 那我们怎么样去实作一个kman 那我们今天我要做的挑的这个主题呢 我把它挑成一个叫做这个密码产生器 也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个手机APP 然后呢 它的你会看到这画面长得有点像 就是两个平台 左边是iOS 左边是Android 右边是iOS 然后长得有点像 但是他们实际上有些都不太一样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UI上面这一层 各自用各自的UI去呈现 然后在layout上面呢 我也有稍微做一些调整 所以你会看到用kman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根据你这个平台想要的这个需求 可以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那功能 逻辑是可以共用的 那我在这画面的中间 你会看到一个锁头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第一个功能 就是我按下产生键的按钮的时候呢 它会在锁头部分产生出一个随机的一个类似像密码的一个字串 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去做的第一个功能 那第二个功能就是 我在画面中间有显示 这个APP现在是运作在哪一个OS上面 然后它的版本号是多少 那这个就要用到我们刚刚说的平台专属的API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检查的按钮 那这个是我们想要去模拟说 当我们的手机的APP想要跟后端的API做沟通的时候呢 那要怎么做就是按检查的时候 它会把锁头那个密码送到后端的HTTP的API 然后去检查 那我们后端API在干嘛呢 就是我们假装说我们后端有一个资料库 这资料库里面会存说这个已经被破解密码有哪一些 所以它等一下产生出来这个密码按检查之后 它会送到后端去检查说在资料库里面有没有登记说这个密码已经被破解了 那假如没有的话那这密码是安全的 大概是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拟专案 那主要是想要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KMAN大家可以解决哪些经典的这个情境哦 好那我们就先从开发环境跟大家介绍 就是你假如想要开发一个KMAN 那你的开发环境要怎么准备哦 那这边有两种方式可以给大家使用 第一种方式是假如你是Android Developer的话 那你应该很熟悉就是直接使用Android Studio 那在KMAN这个专案里面呢 我们有推出一个叫KMAN的Plugin 那你可以直接装在你的Android Studio里面 那装KMAN Plugin有什么好处呢 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会帮你产生KMAN的Project Template 也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会产生给大家看 产生出来之后呢就会有一个KMAN的专案 里面就会有一个Android App 有一个IOS App 还有一个这个Share Code的部分 那第二个功能就是你可以直接在Android Studio里面去启动两种平台的模拟器 也就是说你可以启动Android的这个AVD 也可以启动IOS的Simulator 那假如你今天想要编辑这个Swift Code的话呢 那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习惯 你可以直接开S Code 然后直接开到我们等一下介绍这个IOS App的那个资料夹底下 就可以去开发IOS的部分这样 那这是第一种做法 那假如你本来就是IOS Developer 然后你也用过Jbrands ID里面有一个专门写Swift的ID就是App Code 那假如你是走这条路径的话呢 那你可以直接用App Code 然后KMAN也有推出一个这个KMAN Plugin for App Code 然后这跟刚刚那个KMAN Plugin是两个不同的Plugin 因为跟各自的ID不太一样 那你装了这个Plugin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App Code里面去直接写Android跟IOS 然后也会帮你开两个平台的这个Simulator 好 好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有两个Plugin嘛 一个是For Android Studio 一个是For App Code 那我这边稍微用截图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假如在Android Studio 或是在App Code里面 你只要到这个Plugin的这个设定里面去搜寻KMAN的关键字 那应该就会出现这个Plugin 安装完之后你的ID就会有这样的功能 好那我这边用截图的方式跟大家很快速的介绍 就怎么样在Android Studio里面开一个KMAN的专案 那因为你有装KMAN的这个Plugin 所以在这个Project Template里面 其实已经有一个KMAN的Application的Template 所以就只要按New Project 然后在这个Project Template里面拉到最下面 就会有个KMAN Application 那进去之后呢 先设定你的KMAN Application的这个名字 然后你的Package的名称 就Namespace 然后你要存在哪里 然后你用的SDK 就Android部分的SDK是什么 那接下来切到Iris的部分 就是你的Iris的名称 然后你的Share Module的名字 然后你要不要用CocoaPod 来去管理你的Dependency 那这些东西都有一些设定 那基本上我现在的示范都是用预设纸 就是最简单的设定方式 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个专案开起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你的专案会分成三个资料夹 三个资料夹 第一个资料夹就是Android App 那第二个资料夹就是IOS App 那这个各自对Android Developer 或是IOS Developer 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直觉 就是你开起来Android App里面 就是Android App的一个专案结构 那IOS App就是IOS App的专案结构 所以假如你本来是负责Android App开发人 你可能可以直接只开Android App来看就可以了 那IOS App的话就开IOS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Share的这个资料夹 那Share的这资料夹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又会有三个资料夹 一个叫做Command Man 一个叫Android Man 一个叫IOS Man 那Command Man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假如你今天有一些共用逻辑 然后想要Share的这个Business Logic 那你可以直接用Cotlin 就是Command Cotlin的部分 写在Command Man里面 那或者是说我们刚刚提到 假如你今天有一些平台专属的API的时候呢 那你需要把Expect写在Command Man里面 那再来Android Man跟IOS Man里面 就是我们刚刚讲 你假如在Command Man里面有定义Expect 那你就要在Android Man跟IOS Man 各自去实作Actual的部分 所以你会看到右边这张图 其实就很明确的去显示 那个Share的那个概念 就是Command的部分写Expect 两个资料夹去写各自的Actual 那这些Expect跟Actual 都可以用在Class或是Function上面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刚刚说要写三个功能 那三个功能 刚好是我觉得最经典的三个情境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共用的这个业务逻辑 就是产生密码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会先用写一个密码产生器 然后把它显示在画面上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要去显示这个平台专用的API 然后因为我们要去侦测这个平台的名字 以及它的版本的时候 你必须用到这个平台的API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这平台专用的API 显示出来之后 就是抓出来之后呢 把它显示在我们的画面上 那第三个呢我想要介绍的是说 你可以用KMN生态系里面的 所谓的Multi Platform的韩式库 那你比方说你平常在写iOS跟Android的部分 你为了要沟通这个HTTP API 你可能会用一些HTTP的Library 那你假如想要share的话 你要怎么做呢 你可以用Kotlin的这个Multi Platform 那其中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个叫做Cater 它是一个web框架 它同时有server side跟client side 我们用它client side的部分 去用它里面的这个Multi Platform的HTTP client 你就可以用一个共用的这个HTTP client 就可以使作两个平台的这个HTTP API的功能 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部分 就是产生随机密码开始 等一下我们就希望说我会先写一个核心的逻辑 然后产生出密码之后 我会把它取代在那个锁头那个画面的位置 那我们先从随机密码的这个share logic的部分开始 那这边我们就用Kotlin来写一个password generator 那这个generator逻辑看得单纯 我们就给它一些资源 然后从这个资源里面随机挑一些资源出来 然后组合出我们想要长度 然后就回传出去 所以非常单纯 那我们先把画面切到我的这个Android Studio 然后我们就先开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password generator这个class 那我先把档案开好了 节省一些时间了 好那我们就先来写这段 那这段就是我们先准备好一些资源 好那我们就是从A到Z啊0到9啊 会有一些这个特殊符号里面去产生出我们想要用的资源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实作个方法 这个方法带有一个参数 这个方法名称叫generate 然后它的参数名称叫做lens 然后它可以丢个整数进来 然后它回传一个资源 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先从A跑到这个lens 然后我们把它Map一下 Map的时候呢 我们拿刚刚这个chars里面的资源去随机产生出一个 然后最后呢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出我们想要长度的一个资源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个Colin的这个expert body 去把它做更精简 我们就可以少掉一些return啊还有一些大括号 好这样我们就把一个核心的一个password generator的class写好了 那这个是两个平台我们都想要共用的 那下一步就是我们想要把它显示在画面上 所以我们切到这个Android的部分 因为看到这个是我们所谓的main activity 然后我们先用findView把ID 因为我是用XML的方式去产生我的UI 好那我就用findView把ID去找到我的testview 跟我的button 然后在button的这个事件里面呢 我就用刚刚做出来这个password generator 去产生我的密码 那你会看到我这边产生密码只有7码 因为你会看到Android的这个UI上面 这个textview的比较短 所以我就只产生7码的这个密码 好所以我们就把它切到这个main activity 来看一下这一段 好我们就先findView把ID 然后我们先去抓我们刚刚的这个password的textview 然后我们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然后我们要再找一下我们的按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按钮是generate button 好一样我们也重新命名一下比较好记得 好然后我们在这个button上绑个事件 绑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就把password的textview的text 改成我们刚刚说的这个password generator 这个class接呼叫它generate 然后我们说只要7码就好 好这样写好这个application之后呢 我们直接切到我们的run configuration 然后切到Android app 然后直接按播放 好那这个Android Studio自动就会帮我们开启我们这个Android模拟器 然后会把我们的app compile好载入进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跑起来就像这样 所以因为这个现在是还在未完成的状况下 所以你会看到中间有一个锁头 然后对面有个产生按钮 我们按产生 好那我们刚刚的那个密码就已经把它写生在画面上 好那这是Android的部分 好那么再切回来我们来看一下iOS的部分 其实逻辑是差不多的好那 只是说在iOS边的UI是Swift UI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先产生出一个有state的这个password tags 然后直接在按钮身上去做一个事件 然后这个事件也是去呼叫password generator去generate 那你会看到因为在这个 呃iOS上面我的UI比较宽一点 所以我这边可以产生出10码 放比较放多一点资源 好那放上去之后呢 他也是放到我的这个我想要显示的位置 那你会看到因为 呃Cottling的语法跟这个Suite语法 其实还蛮类似的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 在语法上面 这个password generator.generate 这一段其实还蛮像的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 呃iOS这一块 好那我们就先呃 产生出一个有state的这个password tags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锁头放上去 等一下它就显示在锁头位置了 好那我们要把这个部分把它换成我们刚刚说的这个password tags 然后我们在按钮的事件上面呢 我们就说password tags 要等于我们刚刚说的generate 不是 是password generator.generate 那我们这边产生出的试图 好评错字了 好ok好那我们现在是在android里面直接盲写 哦因为我就不直接开另外一个ide了 好我们就直接开到iOS的app 然后直接按执行 那他一样也会帮我去先compile 那个share的这个module 然后再compileiOS的这个application 然后把它整个运行起来 然后会开在我的simulator里面 好我切一下到iOS这边 ok有一些问题我要看一下 ok好对不起 语法忘了 应该是要这样 ok好我们再来一次 好我们来看一下iOS的app产生起来 好所以你会看到画面上也是 呃有锁头 然后我们也会有按钮 按按钮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出来 然后这个位数是不同的 好所以这个是iOS的部分 好那有这样的基本观念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你今天想要去侦测平台台版本的话 那我们要走 因为我们要显示在画面正中央吧 好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需要去写一个iOS 好那所以你会看到 在这个程式码部分呢 我们会先宣告个class 叫做platform 然后里面有个property 就叫platform 然后它是一个自传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class身上 挂一个关键字叫iOS 好所以它就很像interface 就是说它只有这个样子 但是它没有实作 那我为了方便使用这个class 我在外面再包了一层叫detector 好那里面就直接呼叫platform 去拿到这个自传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iOS跟Android上面要怎么做呢 你会看到我们也是宣告了一个 叫做platform的一个class 然后在这个platform上面呢 我们就加挂了这个actual的一个关键字 然后在里面的platform里面 我们就实作这个各自的平台的名字 以及它的版本 那你会看到我会去用到这个各自平台的API 所以你就去看说这个平台的API要怎么使用 那你去呼叫它 那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这些自传 好那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detector写好 我们就是把它显示在画面上 所以对于这个Android上面来说也蛮简单 就是一样用fineviewerID抓到那个testview 然后直接呼叫detector去detect 你的平台的这个 内容 然后它自动会把它自传指定到我们要的textview里面 那iOS的部分也一样 就是我们一样有一个这个message text 然后我们也实际上用detector的detect 然后去显示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在显示部分跟刚刚概念上差不多 它就差别只在于说我们要做一个expect跟actual的这个对应 好那你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Android Studio里面的画面 然后你会看到我们在这边有个shared的资料夹 在shared的资料夹里面我们就有Android main跟comment main跟iOS main 在comment main里面呢 你会看到我就写一个叫做platform 就我们刚刚提到用expect的关键字 然后这边就可以对应到我们这边有这个iOS的这个actual 然后或者说你可以看到Android这边也有一个actual 好那各自都有各自的对应啊 好那这样做好之后呢 呃我们就可以把它显示在我们的画面上 所以我们切回man activity 呃我们就来抓我们刚刚说的 呃findview by id 我们去抓我们说的这个message text textview 然后一样呃重新命名一下 嗯 然后呃我们就在一开始启动的时候就用message textview.text 然后用我们刚刚说的detector 的detect去抓 ok好那我们有写好之后我们就重新启动我们的application 然后他在compile的过程中我们切到iOS边去写哦就是我们这边就一样加一个state 那我们这边也是用detector 那我们这边一样也是用detector 点detect ok ok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把自写显示出来 好那一样也把iOS重新启动一下 好那再重新启动的时候我们先来看 Android的部分 你会看到这边已经有显示出来了 好那当然我的UI设计不是很好可能看起来太小 所以这个可以再调整一下 但是他已经把Android的版本显示出来 那iOS的部分一样 你会看到两边都有把自己的这个呃 呃作为系统的名字跟他的版本显示在我们想要的位置上面 ok好所以呃这样大家应该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假如你今天想要用KMAN去写各个平台各自的API的时候要怎么使用 那今天最后一个例子就是来看说假如我们今天想要跟后端互动的时候 我按检查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密码送到后端去做验证 那所以后端要写个API 那前后端互动的做法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们左边是我们的呃ClientSide 那这边用KMAN写两个平台的APP 那右边是我的ServerSide 我们这边要用我们Jabins开发另外一个web框架叫Cater 那Cater的话他可以去写这个HTP 呃的或是这个Restful的这个API 那这两个前后端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Json格式 那Cater他在设计的时候呢他有这个ServerSide的这个component 也有呃ClientSide Component ServerSide Component让你写这个API ClientSide Component就是有一个HTP的Client 那所以平常你在这个Android上面你可能会用比方说像Retrofit 那在IOS上面你可能会是用这个Elimo Fire 所以呃假如你今天要各自去实作的话 你要各自去写呃各自的这个HTP Client 但是你假如今天用Cater的这个Client的话 就可以用一个共用逻辑就可以帮你把HTP部分都做完 好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呃能共用部分越多越好 好所以在Caterman的部分呢我们要加哪一些Dependency呢 我们要分这个Commandman Androidman跟IOSman各自去加Dependency 那你要加的是两个东西 第一个你要加Cater的这个HTP Client 所以你会看到在Commandman Androidman跟IOSman各自有一个Cater Client 只是它一个是Core 一个是Android 一个是IOS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前后端沟通的时候是用JSON 那所以我需要一个Serialization的一个Library 来帮我做这个序列化的工具 所以呃我用的是Calling官方的这个CallingAccess.Serialization 这个Library 所以你会看到在Commandman跟Androidman跟IOSman各自有这个呃 呃应该说只有Commandman里面有这个Cater Client的Serialization 然后同时也会有这个CallingAccess.SerializationCore 这个Dependency 所以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有呃足够的这个工具可以使用了 好那为了方便我等一下去New一个这个HTP Client出来 那因为每一个HTP Client在各自的平台上面有不同的config要做 所以为了把这些东西封装起来看起来比较简单使用 所以我一样用到刚刚的这个Expect跟Actual这个技巧 所以我先做了一个叫做HTP Client的Function 然后它前面加挂了一个Expect 那它会回传一个HTP Client 那在Actual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我也是各自去做HTP Client这个Function 但是在后面在做这个NewHTP Client的时候呢 我丢进去的引擎是不一样的 那Android部分我们丢Android的Engine 然后在IOS部分丢IOS Engine 然后你会看到在Engine里面的一些config 因为各自平台的差异 所以它的config的内容有点不太一样 那假如想要知道这些详细的设定的话 你可以到Cater的官方网站里面去看它的Client的component里面 有哪一些设定可以用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前后端要沟通 所以我们需要设计一个DTO 来做前后端的这个资料呈现 那我们在Colin里面通常都会用Data Class 然后我们会再用Serialization的Library去把它做序列化 所以我这边设计了两个 一个是我从ClientSide丢到ServerSide的时候 我的那个Request 我们叫它InspectRequest 里面会带一个Password 然后从ServerSide丢回来的时候呢 它这个格式会长的叫做InspectResponse 然后里面会跟你讲说 它这个密码是已经被破解了 或是没有被破解 所以它是一个Booling值 然后以及我要显示在画面上的一个Message 所以大概是涨上这样 那所以你会看到在我的这个CommandMan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InspectRequest 跟InspectResponse 那这就是我想要丢过去的 这个Request 跟拿回来的这个Response的长相 那这个东西你会发现 其实前后端都是要用的 都也其实是可以共用 所以在这边我可以直接把这个程式码 它比到后端去用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InspectRequest Copy到我的IntellarJidea 我这边已经先开好一个档案 那我就把InspectRequest放进来 然后在InspectResponse的部分一样 我一直把它Copy过来 然后放到我的Response里面来 好那你会发现其实这个DataClass 长得一模一样的话 那我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共用 所以假如你今天做得更极致一点 你其实可以把这两个DataClass 再把它抽成一个Shared Module 然后在这个KMN以及你的ServerSide 这边把它做成Dependency 它就会自动把它放进来 所以你到时候就不用像我现在这样CopyPass了 好那我现在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好那我在后端API里面 其实我已经写好了 就是说我会有一个开放的Route 然后在这里面接受HTTP POST 然后去检查它的这个密码 有没有在我的SIDA库里面 那假如有的话我就会回传True 没有的话就会回传False 好这大概写好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跑起来 然后我们只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我直接用Intelizidea的这个HTTP的这个Client去做 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ContentType是Application.json 然后我的Accept是Application.json 不要让它Catch 然后我要丢过去的Json格式呢 就长得跟我刚刚的DataClass一样 就是在里面会有个Password 然后这个Password可能是 比方说我就叫MyPassword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端API是不是可以跑起来 OK它可以了 就是它说这个Password还没有在资料库里面 所以是安全的 好那表示我API已经好了 那再来就是因为等一下我在两个Client在连这个API的时候 我现在是在本地段开发 所以我没有HTPS 所以这边我就要稍微用个技巧 用NROC 把这个8080Pro对到我的HTPS 然后它就给我一个HTPS的位置 然后我等一下就要用这个位置来发HTPS request 好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改成这个HTPS的路径之后 是不是还可以运作 好可以 所以表示这个是我等一下要放在我的KMN APP里面的URL 好那我们API部分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们要怎么呼叫 那我一样也是做了一个叫做Validator的class 然后里面其实就是要New出一个HTPS client 然后在这里面我只有一个 嗯 方形叫做Inspect 在Inspect里面呢 我就是用HTPS client去发一个Post的这个Request 然后发到后端 然后检查完之后呢 回传回来它就是一个Inspect Response 那就可以看里面的结果了 那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就是在我这个Inspect的方形前面 我加了SUSPENT 也就是说我这边其实有开Coroutine 所以在我的ManActivity里面呢 我就先把我的Validator跟我的Coroutine开起来 然后在Coroutine里面 我就是把我的这个ValidatorExpect 这个呼叫起来 然后它就会帮我打后端API 然后回传结果 然后最后Success的时候 就会显示在我的Text View里面 所以等一下原本显示那个版本的那个位置呢 就会被换成显示我刚刚那个Password是成功还是失败这样 好那在IOS的部分概念上也差不多 就是我们也要先宣告出我们的这个Validator 然后我在我的Button身上呢 就加了一个叫Validate的一个方法 那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呢 我实际上在上面实作出来就是 一样是用ValidatorExpect去去验证到后端去做验证 那你想IOS上面其实没有Coroutine 可是因为你用的是Calling的这个Share Module 所以Coroutine的部分 其实在IOS的这个Share Module里面 已经帮你做好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呼叫就可以用 好那为了节省时间 所以我把画面切到我的Android Studio 然后我直接把我的 程式码先切到 最后的一步 就节省一下打字时间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最后我的MainActivity 写的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我最后的Inspect的这个Button里面呢 我会去呼叫我的这个Validator的Inspect 然后在这个IOS边也一样 就是我前面已经有先写 还有一个Validate的一个Function 然后我这边也是先把Validator先做出来 然后最后我在我的按钮身上 也就是呼叫我的Validate 好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Run一下这个Application给大家看 好我们现在先重新开这个Android App的部分 好先让它跑一下 然后同一个时间呢 呃我们再切到IOS的部分 它也可以帮你跑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是Android App的部分 你看我们按产生的时候 它会产生出密码 然后按检查它会 啊对不起 我忘了把那个Validator的URL放上去 好所以我们把Validator打开来 然后我们把APIURL放上去 这是我们刚刚在这个 Android里面拿到的这个HTDS的这个路径 好我们再重新启动一次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Android的部分 好然后就是按产生密码一样 然后按检查它就送HTTP request出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IOS的部分 你IOS的部分 一样也是你按产生 然后你再按检查 好你会看到它后面 其实有送一个HTTP request出去 在后面好 然后它也会讲说 诶它的这个Password是安全的 好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大概可以知道就是用KMAN 跟用这个开发之后 跑起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OK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投影片 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的内容 就是第一个我们先跟大家介绍 就是所谓KMAN多平台开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可以同时去开发Android App跟IOS App 那它用的方式就是KMAN 这个我们设计出来的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里面有包括三个资料夹 一个是IOS App 一个是Android App 一个是Shared 那透过这三个资料夹的这个程式码去做这个结构之后呢 它compile出来就可以有一个IOS App跟一个Android App 那当然KMAN不只是可以开发两个平台的Mobile App 它也可以开发前端也可以开发ServerSide 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KMAN的特色 我们刚刚有看到这张图 就是我们说分上面这一层是UI层 它是要用原生的UI来各自实作的 所以你会看到在Android部分 我们刚刚是用这个XML的方式来做 那你可以用JPEG Compose来写 那都一样的意思 就是你都要用原生的方式来实作UI 那在IOS的部分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用Suite UI 那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用原生UI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希望这个体验是原生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效能的考量 那再来就是我们有跨平台的这个设计 你会看到在下面的Shared Code里面 在Business Logic的部分呢 我们是用Common Calling去写 那万一有这个各自平台的API的话呢 那你可以用这个Expect跟Actual的方式去做对应 那它就可以像是写Interface跟Implement的概念一样 做出各个平台各自的API的实作 那你会看到它为什么要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层次 然后不同的架构 其实都是为了效能的考量 希望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 那另外我们刚刚在做这个HTTP 这个API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Data Class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前后端逻辑也是可以共用的 所以假如你今天有些前后端逻辑 你甚至可以再抽出来变成一个Module 让你可以更方便去做这个程式码的共享 那最后你会看到我们刚刚在写这个HTTP API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不是各平台各自的这个HTTP Client 而是用Cater这个框架里面提供的HTTP Client 那假如你用越多这个Multi Platform生态系里面的这些Library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共用的部分更多 那你可以好奇说那KMN有哪一些开发生态系可以用呢 目前已经有一些我觉得很常见的一些功能都已经做出来 比方说我们刚刚用到的这个Cater的HTTP Client 你可以拿来解决就是跨平台HTTP Client的共用的问题 然后刚刚也用到Serialization 就是你要做序列化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个Calling Access Serialization可以用 那刚刚其实也有用到Core Routine 就是在Android或是IOS上面 我们想要用这个Asynchronize一些动作的时候呢 可以用Calling Access Serialization的Core Routine的Library 那假如你想用到一些跟Database有关的 还有一个叫做SQL Delight 那可以帮你操作比方说像你可以操作这个SQL Lite的DB 那你就可以不用去绑住这个各自平台的这个资料库的一些实作 那甚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UI层都是各自实作 那假如你想要找一个可以共用UI的部分有没有 有其实在那边有个叫做Moco Library 那Moco Library是一个我们第三方的partner做出来的一个 这个跨平台的一个Multi Platform Library 它可以拿来做Share UI 所以其实KMN要做Share UI还是有机会的 那假如大家觉得今天的范例太简单的话 那你今天还可以到这个Calling官方KMN的这个Documentation里面 有一个叫做Sample页 那Sample页里面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个叫做People in Space 那就是谁在太空的一个这个Demo 那Demo里面呢它不只是做出了用KMN做出了IOS App跟Android App之外呢 它还实作出Desktop的App做出了Web的这个Web App 然后甚至还有Watch UI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WatchOS都有用到 所以我就算是目前我看到Sample里面 用Calling做多平台开发最完整的一个Sample 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另外假如你好奇KMN有哪一些公司正在使用 那你可以到这个KMN官网上面有一个叫做Case Study 里面已经把所有有在用的这一些公司都列出来 然后里面有很多都可以点进去看他们的当初的做的开发决策 以及他们在导入KMN的一些故事喔 那假如今天听完后你对Calling非常有兴趣 你想要学习更多Calling的技巧的话 也欢迎大家到这个Calling.tips这个网站 这是我们社群的一个我架起来的一个网站 在上面你可以有看到我们主书会的活动 有看到我们这个练工厂的活动 也有我们每次举办的这个线上活动的录影 那除了这个Calling.tips这个可以学Calling之外 假如你想要学一些Intellij IDEA或是Android Studio 这些ID的操作技巧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Calling换成Intellij 然后变成Intellij.tips 那就可以看到我另外一个网站 是专门教大家操作ID技巧的一个教学 那目前我们在每个礼拜四晚上 有一个Calling新手的读书会 要读的是深入潜出Calling这本书 那礼拜六下午呢 我们有另外一次比较进阶的 在看深入理解Calling协程 这一本这个讲Calling routine的书 那目前就是读书会是双开的状况下 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到我们Calling.tips那网站 或是扫我们的QR Code 去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群 那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主书会活动 那假如你想要关注我的话呢 你可以到Facebook上面有一个叫做CraftMan Calling值人署 或者是YouTube有一个同名的Channel 那我每一天都会在我的粉丝页上面 分享一篇文章就是可能跟技术有关 或者是跟职业有关 或是一些有趣的一些新闻 那在YouTube频道上面会分享我们很多 每一次活动的录影 那也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关注我的 这个粉丝页或是YouTube Channel 好那今天就是很高兴可以有的机会到 JCCom2021跟大家分享 以Calling Multiplatform Mobile开发跨平台行动应用 那我是Jbrand技术传教师盛佑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边分享 那这边也有我的Facebook的QR Code 跟我的Email 那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跟我联络 谢谢 好我们再次谢谢盛佑 带来精彩的演讲 那这边方便可以就是在询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可以听说 对对对 有听众在询问就是KMAN有支援怎样的测试吗 是不是可以针对不同的Action做测试 真的不同的 可以就是这个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KMAN官网上面 其实有一段是在讲这个KMAN测试 那基本上在Calling的部分 大家应该相对就熟悉了 就是你其实实际上用这个 这个 原本Calling生态系里面用到的这些测试工具 就可以拿来做测试 那IOS的部分就比较复杂一点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那个范例 那当然有些部分可能你实际上 可能得靠一些整合测试来做 嗯 对看这样有没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 嗯 然后读书会的LINE群组 现在要加入的话 大概要有什么方式加入呢 对因为我们那个 对LINE群的部分啊 因为 因为那个 现在有些广告 那个机器人会跑进来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用邀请的方式 你可以先加我的那个LINE的ID 那我的LINEID就是我现在在画面上这个 呃圣诱饭不要把那个点去掉 就是圣诱饭三个串在一起 直接搜我的LINEID 然后加我LINE之后 我会把你加到群里面 那Telegram的话就可以少刚刚的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直接加进来 嗯 那假如说大家 呃一时没有看到这些资讯的话 一样可以到那个Calling.tips 这个网站上面 就会有我们读书会的资讯 那我的LINEID也在那个网页上 不应该有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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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